计时开始 我们来看一看 夫妻我们指的是什么样的夫妻 首先这两个人必须要感情基础好 然后人品靠谱 性格合适 本身适合结婚的人 才是我们这要题讨论的范围 这俩人不适合结婚 他们创业不创业 他们都得分手 第二我们来说一说创业 创业的人有个特点 创业的人要自虚力特别强 对吧 创业的人要勇敢地冒险 创业的人要 创业的人是不要安全感的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想一想 这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创业 大家同意吗 对吧 我方的观点是 他们会齐力端金 为什么呢 因为夫妻两个人的利益 是高度捆绑的 他们养同一组父母 一块养同一个熊孩子 然后每天睡在同一个房子里 然后住同一张床 哎呀 那我快说 那我觉得我们对方 不管是利浩阳还是周伟 他们两个绝不可能 养同一个太太 第二个点 夫妻双方最容易说 彼此了解和理解 那我们最后 发言结束 一次不能再说 遵守规则 请做 谢谢大家 刚才的话 刚才的话 我听到我们小叶姐一站起来 我觉得是演讲 后面的话 我就突然会发现 好像是在主持 陈木恒和贺东东的婚礼 所以造成了最后的观点 并没有真正的凸显出来 所以请 这边的变手 一定要注意 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不要叫我们感觉 串了节目 好吗 好 请坐 反方的三位智囊团成员 有没有话要说 问一个问题是吧 一分钟 及时开始 小叶同学 我问三个问题 第一 中国区北上广 离婚率 80%是女性提出来的 请问为什么 她会不会对现在的生活 事业 工作 有分裂式的影响 第一 第二 在你的旅程过程中间 是不是有过一起 很多朋友 开始很好 但是走的时候 过程中间 总会有各种意见和分歧 跟利益没关 跟道义情理法有关 对吧 如果公司是一个法 如果不合作 没关系 但是家里这件事情 是付出了不问值不值得 但是一旦生气的时候 伤心是非常大的 有吧 有吧 她的撕裂感 恐怕是要比公司 少一个合作伙伴 要重得多 第三 如果恋爱靠机会 婚姻靠智慧的话 这个旅程中间 可能是你一生的归宿 就像小叶 如果你结婚的话 你会对你先生说 此生你是归宿 拜托了 但这句话 你会不会对你的 商业合作伙伴说 很难 因为大家不过在 人生的三半天 共同走一段路 走得好 更好 走得不好 没关系 也是跑步 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 去回答 可以回答吗 那我 可以回答 你可以让你的二遍 去回答这三个问题 大家各做参考 来 有请周伟做三分钟的 这个反驳发言 来 正方便友大家好 我们是反方便友 非常感谢小叶同学 刚才讲了一大堆废话 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我就不浪费了 我方表示的论点是 我们不支持创业 福其一期 因为他会反目成仇 主要有两个论点 第一个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讲 公司治理靠的是理 这个字 家庭生活 夫妻感情 靠的是情 这个字 理和情 不能搞混 在家里 是不讲理的地方 那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 可以不用理性 去维持的 一个天地 对吧 我老婆经常不跟我讲理 有的时候 我也不跟她讲理 在这种无理的状态下 我们生出了 我们可爱的宝宝 所以理和情 不能搞混 这是我们第一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呢 是 夫妻创业 可以有善事 但无善终 创业 它很大程度上面 会去和权和力 做一个角逐 我们去拿 这两个最大的私欲 去挑战 有保质期的 非常脆弱的爱情 很多都会导致 家庭破裂 对公司 对家庭 都带来了 无限的伤害 这只是一个个案 我们还可以看到 很多企业家 都是这样 好了 我的发言结束了 谢谢 好 请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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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